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暗黑小故事 故事的故事之两个老妇人 年轻花星的国王在一次游玩的时候偶然间听见了美妙的歌声 他寻生来到一所平民的住处 远远看到小屋外站着一个女人 他猜想这么动听的歌声一定属于一位17到18岁的少女 但女人一发现他就躲进了屋内 国王觉得对方肯定在玩着欲擒故纵的手法 他顿时来了兴趣 下午他就派人送去了黄金项链 但女人依旧不肯出来见面 原来女人是个又老又丑的老妇人 她虽然长得又老又丑 声音却十分甜美 白天在屋外唱歌的正是丑妇姐妹中的姐姐 姐姐爱上了痴情追求她的国王 晚上国王再次来到屋外请求相见 长相丑陋的老妇根本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无奈之下姐姐说让国王一周后再来 到时候他将献上自己最完美的部分 一根手指 国王听后果然满意的离开了 国王走后姐姐开始着手为自己的手指保养 但是效果不如人意 很快一周过去了 国王如约到来 姐姐只好用妹妹的手指搪塞过去 没想到国王疯狂的迷恋上这根手指 并再次请求相见 无奈之下 姐姐答应会随国王去到她的寝宫 但是国王呢必须答应不许点灯 为了不露出马脚 妹妹将姐姐的皮肤拉紧 姐姐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趁着夜色去到了王宫 半夜的时候呢 国王忍不住好奇偷看了一下 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床上躺着一个老妇人 发现真相的国王十分暴怒 无情地将姐姐从窗口扔了下去 命大的姐姐因为裹着床单 没被摔死 掉进树林被一个路过的女巫发现 女巫看她实在可怜 于是呢施下魔法 让她恢复青春 不久 打猎路过的花心国王发现了她 变成美少女的姐姐 丝毫没有怨恨国王 还是义无反顾爱着她 国王将她带回了王宫 一跃成为枝头凤凰的姐姐 不忘自己的同胞妹妹 给妹妹送去了礼服和婚礼邀请函 大婚当天 天真的妹妹也穿着礼服来了 姐姐承诺会给她想要的一切 只要她不将俩人是姐妹这件事说出去 然而天真的妹妹十分高兴 她在宴会上逢人就炫耀 王后是她姐姐 并追问姐姐是怎么变得这么年轻美丽的 姐姐无奈只好搪塞说 自己剥了皮才变得年轻的 晚上宴会结束 妹妹不肯离去 老妇脸少女性的妹妹固执地认为 姐姐依然属于自己 坚持要留下来陪着姐姐 然而现在的姐姐已经有了国王 哪里需要她的陪伴呢 为了不暴露身份 姐姐将她藏在了王宫 半夜她听到声音走了出来 看到国王和姐姐在一起 她羡慕极了 然而却被国王发现 国王暴怒将她赶出了王宫 规见姐姐幸福生活的妹妹更加羡慕了 她疯狂地到处寻找可以剥皮的人 尽管所有人都说 这样她会死的 但她还是偏执地寻找着 最终在金钱的诱惑下 一个理发师答应了她的要求 在经历了漫长又痛苦的过程后 一个没有皮肤满身是血的老妇跌撞着走向了城堡 她的结局可想而知 此时成为王后的姐姐正和国王一同参加宴会 然而宴会上她发现自己的皮肤正在迅速变老 原来呀魔法时效已经过了 很快呢她就会恢复原形 害怕暴露的姐姐匆忙离开宴会现场逃出了王国 国王的惊讶和她的结局就此被定格 只是这次姐姐恐怕没有那么幸运逃过一死了 这个故事中的姐姐对国王的爱十分盲目 她所追求的爱情呢 全靠虚假的外皮包装着 她明知道自己年色衰老 不是国王的菜 她明知道国王爱的不过是那副皮囊 却不肯就此放弃 到头来终是一场空 不仅失去了所谓的爱情 也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妹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